尼基塔女特工 甜妹中带着不羁的女人 倔强 冰冷 温柔 麦可超时收银元 超级大暖男 温柔体贴 淡定随和 尼基塔是个混迹于不良少年中的不良少女 无知无畏 直率怪异 粗鲁暴躁 在一次失败的抢劫中 同伙被击毙 幸存的尼基塔 因杀害武装警察而被送入死刑室 牛逼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由于尼基塔性格烦躁 暴力倾向严重 随时会爆发情绪袭击任何人 死般特立个性 被一名国家特工人员看中 在上级极力反对的情况下 坚持起见 一定要把尼基塔培养成为国效力的女中豪杰 国家特工人员让尼基塔学习电脑 却如何当淑女 为了获得自由得到重生 尼基塔在强烈的自控之下 终于完成各项训练 恨不得分分钟切腹 尼基塔开始出去执行任务 也重新回到社会 开始过正常生活 尼基塔以伪造的医生职业 在社会中晃荡数日 还结识了超市收银员迈克 两人一见钟情 随即就同居了 迈克性格淡定 随和温柔体贴 对尼基塔特别好 真的是超级大暖男啊 尼基塔不谈起过去 也不爱结交新朋友 过着几乎正常的生活 除了偶尔接受 从电话那头下达的神秘任务 窃听暗杀谋杀 有一天 尼基塔被任务引导 去威尼斯 迈克也陪同去度假 本是幸福的二人世界 尼基塔却不得不躲进 酒店的卫生间 带上耳麦 组装好一支狙击长枪 干掉了一个目标 迈克在门外深情表白 尼基塔在里面 一边瞄准 一边抹眼泪 哭倒在厕所 尼基塔开始厌倦杀人 不再甘愿做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 他想和迈克长相厮守下去 我只想做个安静的美女子 怎么这么难 而这一时 尼基塔接到上级指派的秘密任务 但是任务失败了 正当尼基塔无处诉说 暗自含泪时 迈克说 自己其实早就知道 尼基塔的杀手身份 有了迈克的支持 尼基塔最终选择离开 离开了神秘任务 也离开了迈克